有没有看错核二厂的二号机 明明厨艺怎么还在供电 被政府送进棺材的二号机 最近竟然清楚喷出供电量 而网友抓捕后台电解释 这是进行旅行测试 但各界听到后大傻眼 你既然这个厂都已经停掉 你例行测试什么东西呢 你立行测试要干什么的 要重启核二吗 或是说你电视已经不够 外面已经捉襟见走了 反正不管了 抓到篮里就是菜 摊开核二厂厨厨艺的时间 一号机早在2021年12月28号就厨艺 而二号机在今年3月15号厨艺 专家说如今连核电的备用发电机组 都要用上代表已经很缺电 紧急用的柴油发电机 不可以用来发电 不用做测试了嘛 因为你已经正式进入厨艺了 做个测试 然后时间又那么长 然后又接近满载 不排除 一方面做测试 一方面也来支援供电 你就是电不够嘛 没了核电支撑 供电直升绿电根本不够 民进党坚持2025非核家 原似乎已经提前调票 王美花告诉大家 我们所有的倍转容量 要保证在7% 台电又告诉大家 我们尽力要保住6% 是不是再过两个月 守住5% 4% 3% 紧急的来启用核 不论他目前给的什么理由 实际上就是为了要避免 用电高峰来临之后 再度跳电 民进党的非核家园 注定是错误的路线 属下用电高峰都还没到 就先启用核电 备用发电机救火 政府口中坚持的不缺电 不知还能 醒多久 记者黄英俊 徐国豪 SMG小组台北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